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之前我们说了啊 各国的政要呢 去了G20峰会 目的是那什么 是去那个谈正事去了 哪怕呢你是一个小国 哪怕呢你是一个一般的国家 你去了呢 你也是那什么啊 你也是聊一聊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哪怕见个面呢 像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 阿尔巴尼斯呢跟习近平的会面呢 也就十分钟 双方呢就合了个影 但这合了个影非常重要 说明什么呢 说明澳大利亚这两年呢 拜中国呢给制裁的不成样子 然后最后呢 现在怎么说呢 说咱们缓和一下吧 就这个啊 给大家呢给大家做了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的小土豆啊 就是个小马铃薯 今天我们的主角呢 他到G20那绝对不是那什么啊 他是富有使命的 使命啊 这个使是那个使啊 明白啥意思吧 他是富有使命的 然后呢他准备呢 做一番大事业啊 做一番大事业 然后他的G20之行呢 跟大家不一样 别人是谈正事 他去呢完成作业 因为保守党呢 给他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 这个家庭作业呢 非常非常重要啊 他一定要完成 完成了之后呢 给自己的政治呢要加分的啊 完成不好呢 出来洋相呢那也没办法对不对 你完成的不好那你技术不行对不对 下次我们换一个保守党上台的时候保守党技术可以了呢 保守党完成的比你还出色啊 这么个事 他的作业呢有三个 一个呢是对中国强硬 第二个呢是维护加拿大的价值观啊 对中国的PUA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在这个有毒的环境里 加拿大呢就是中国呢就是那孩子啊 加拿大呢就是那有毒的家长 成天就说啊 我这么说我是为你好的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啊 你一定要时刻检点自己 这是我为你好的 知道吧 我说你是为你好 我制裁你是为你好 这么着无限的PUA 无限的PUA 那这种情况呢 在在很多家庭里面呢 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啊 非常常见的 有机会呢咱可以聊聊这个 当然了 我是不会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 我会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给大家聊聊这个东西啊 维护加拿大价值观 第三个呢就是支持泽连斯基啊 就是我们的地球的酋长 这个事呢 我刚才说了 他跟苏纳克呢 合起来跟泽连斯基呢 打了个电话 也就是说呢 告诉酋长 说酋长大人啊 你放心啊 你放心 你那点事呢 我们都能帮你解决啊 是这个 然后呢 也就这里面说明一个问题 我之前说了保守党 加拿大这个联邦保守党 玩点小种族主义啊 玩点小种族歧视啊 玩点那些边角料的垃圾啊 把自己想做 能做出的那些小把戏啊 套在一个超级大国身上 就干这事 保守党呢 就非常非常的美谱 这个自由党呢 咱说这实在的话 咱们保守党呢 是一路货色啊 一路货色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靠谱 非常非常的不招调 非常不是非常不招调 也可见的 这个别人 咱在我这次给给大家一个感觉 什么呢 就这次G20给大家一个感觉呢 最忙的呢 是那谁 是习近平 第二忙的呢 可能就是这个拜登啊 因为他还还要顾忌自己的中期选举呢 这八道事 对不对 第四 然后其他的这些都有事干 也就是这个小土豆 小马铃薯啊 咱们是非常非常的险 险的没啥事啊 就就 闲逛 就咱闲逛啊 觉得自己很爽 很爽 其实吧 你想在乌和麒麟的这个笔下 这个小马铃薯呢 是一个女孩子的形象 但这个东西呢 不是乌和麒麟的原创 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加拿大这边政论圈里 那个Justin Trudeau 我们一管 我们经常管的叫Justine 啊 Justine是个女孩子的名字啊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一直以来我们就这么看的 所以这小马铃薯呢 他就现在怎么着了 叫完成作业啊 哎 他完成作业呢 他就 因为之前 这个谁 这之前 这个中国这边已经知道了 加拿大这边想 没事找事 想整什么 什么干预大选那事 就不想不想见他 就没有安排跟他见面的时间 也就是玩啥呢 我不想理你啊 我不想理你 你一身都那些烂七八糟东西 你不是完成使命吗 你一身都那一大堆东西 我不想理你 我给你个面子 我就不说罢了 我就不安排了 让这小马铃薯 完成作业啊 咋办啊 哎 他想了一个招 哎 蹭热度 怎么蹭热度呢 叫丁烧 叫蹲坑 他跟拜登一样 拜登是小步快跑 哎 坐着专车 小步快跑 提前七分钟到达 提前十分钟到达 小步快跑 然后去跟习近平会面 他不是 他不是提前七分钟 他提前了三个小时 你说这时间 你说这时间得多多 他提前了三个小时 比美国总统厉害啊 提前三个小时 派底下的人跑到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住处 去蹲坑 蹲坑干什么 你这这里问题 大家知道 习近平跟拜登这场峰会 两个老哥们一块聊一聊 两个老哥们一块聊一聊 本来就聊了三个小时 但是呢 他们预留了六个小时 就是很有可能 这个事会聊六个小时 两人一聊体劲 聊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打不住 他没办法 你必须得给预留时间 你必须得给预留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这个布林肯啊 和这个王毅啊 他们两个 在聊天的时候 原本呢 是聊一个小时 没想到 他俩聊了七个小时啊 聊了七个小时 最后聊的 聊聊聊的 聊的是怎么着 饿着肚子 然后又渴着 怎么着 各自都回去 各自都回去补养分去了 他俩聊了七个小时 你说两个老哥们 一旦聊七八个小时 怎么办啊 对不对 所以你先先头去蹲坑 还好 他俩聊了三个小时 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呢 这老习非常快 在忙了 跟拜登整完了 这个事呢 又跟那个法国的啊 咱们的马英龙同志啊 马英龙同学 马克龙啊 法国这个又聊了两个小时 对不对 又聊两个小时 跟马克龙又聊 马克龙观打地 法国也是个响当当的大国 虽然没那几个厉害 但是自己也是有 有着意料的 所以你看这小马林鼠 他这他这几个人蹲坑啊 可能可能一个人是吧 说我要我上厕所去趟 你帮我在这站这个位置啊 帮我站这边堵这个门啊 然后呢 这个人说说我我我口渴的受不了 出去喝个水 第二个人又上来了 第二个你帮我去蹲这个坑 反正得有人蹲坑 到时候咱总理来了 有机会 知道吧 结果果然 马克龙这边一出来 习近平刚想出来 帮一下子 就叫这个小马林鼠给堵住了 小马林鼠这个团队啊 把中国的团队比到脚上去了 比到脚上去了 你说你非得要谈没办法 行了到边上一屋子里双方聊个十分钟 就这个十分钟 咱们的小马林鼠进行了一番价值输出 感情感输出 为什么情感输出富有激情 他富有激情的 价值输出 为什么价值输出呢 你赶紧老大学 你侵犯人权 香港台湾 新疆西藏侵犯人权 你需要做ABCD 俄罗斯乌克兰这事啊 你要注意按照我们的来听我们的 我们是上帝的使者 你啊你是要被驯服的知道不 你做好了可以啊给你个小红花 你做不好小心点制裁你啊 小心我制裁你听好了就知道 价值观输出 无限PUA啊 无限PUA 别别说出来 我我说你是为你好 我说你是为你好 你一定要好时刻检点自己啊 无限的PUA啊就有点像那霸道总裁似的 有点像那什么似的 有点像那有的家长有的家长的有毒的家长 不懂得什么叫边界 每个每个哪怕是孩子 我有我的边界啊 我有我这个personal sovereignty啊 你随便侵犯我边界你啥意思啊对不对 让他不对他不讲孩子没有边界 没有没有边界我可以无限的输出就知道了 我可以无限的输出所以加拿大这个小土豆啊小小马铃薯 趁着10分钟就跟着谁 跟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元首 跟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家主席 当今世界上响当当领导人习近平就输出了这么凌 习近平这个咱咱这么说习近平这人毕竟是练过的 毕竟是练过的知道你什么货色 我不需要跟你一般见识你懂不我不需要跟你一般见识你什么玩我不知道啊 我成天说一些东西跟你一样 你是一个你是一个那个那个那个井里边的那些东西那些小怪物 我跟你一样我跟你这个成天跟你跟你说这些东西 我掉不掉价呀 我说完了行了 第二天那谁那拜登拜登说你看 这这什么东西 什么人这怎么回事拜登会拜登那天往拜登可能乐得都得得尿出来 都得尿出来然后那天晚上可能睡不着觉说你看 这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刚跟他聊三个小时他怎么在 所以这个事习近平呢 在这处理一下 你随便你随便说啊 你随便说 你呢 你是个不着调的你不着调的我为什么要理你呢 我说你为什么跟你一般见识 你算老几个跟你一般见识就这个知道就这个 然后第二天价值输出了之后当天晚上 加拿大这几家电视台我也看着什么cbc啊 global啊 ctv啊第2天报纸上 global mail Till star 文库 我都看到了 哎他跟习近平具体聊了什么 聊了什么什么事项怎么聊的 哎 有点还有新闻记者那种spin 啊那种spin 咱们的 我我的总理 我的首相 因为加拿大是那个国王是那个查理三世吗 我的首相 我的总理 出色的完成了保守党 给他的家庭作业啊 家庭作业 这这这这马上 这这这这这这时候 这时候我就可想咱这个咱这个小马铃薯可能就飘了 可能真就飘了 为什么飘了呢 你看我家庭作业完成了 对不对 哎我家庭作业完成了 我 实现了对中国的无限pv 然后我的媒体 给我哎 全方位的报道 我作业完成了相当的出色 习近平连个步字都没说 被我全面压制 连个步字都没说 所以你看他这个作业完成的非常好啊 非常好 第二天 领导人的晚宴那是晚宴 马上结束了 领导人的晚宴结束了 然后这时候加拿大媒体呢 也跟着拍他们的总理 非常风光嘛 非常风光啊 前一天这个哎 维护了加拿大利益了是不是 维护了加拿大的形象啊 你这个该该做的也做了 这个时候呢 他去谈正事去了 他想去谈正事去了 这东西又很有意思 这东西很有意思 你你算老几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自己这么不脚紧 对不对 你前一天你你对人就无限输出 现在你跟想跟人谈正事 谈什么正事 比如什么贸易 就就就那些正事吗 贸易啊什么 商品定价权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双方的贸易啊 双方什么合作的项目 乱七八糟的事 就聊正事 想聊正事去了 这给我有一个什么感觉 给我这么感觉 比如说呀 我比如说我 跟你你是我的观众啊 你任何一个人 就我 昨天 我呢 那什么当着大家伙的面 把你狠狠的数落了一下 无限的输出 无限的数落 无限的pv 第二天呢 我就说哎 咱们好朋友 咱们要合作啊 昨天的事呢 是我为你好 然后呢 咱们咱们咱们合作 就这个 你说你 你说你这个时候 你什么态度 就说你这个事的时候 你什么态度 如果一个正常人 你什么态度 给我的感觉什么态度 就说你这人很没仆 你知道吗 你这人很没仆 你这人很不着地 你这个人很没有 涵养 你这人很不懂事 你不成熟 你像一个孩子 他你给我的感觉是这个 不是说我很piss 如果我是孩子 我会很piss 如果我是孩子 我会拿一个什么东西 拿一个什么object 往你脑上扔 我是一个正常人 我是一个成熟的人 我会看到你什么 我看到你很幼稚 我看到你异想天开 我看到你很天真 你像一个孩子 你没有长大 你没有长大 这是给 给我的一个感觉 这给我一个感觉 所以这时候小马铃鼠要谈正事 要谈正事了 哎这个时候呢 咱老习呢就 毕竟这个事是这 毕竟这个事是这 特斯多其实你你说他不知道啊 他当总理快当了10年了 他不知道这事 中国加拿大什么什么关系 有 他的普通民众可以说中国弱国小国没影响 没文明 需要我们驯化 他自己不知道中国什么关系 中国是超级大国 中国是超级大国 someone that can hurt you 一个超级大国可以把你打得很疼 特斯多不知道这事啊 特斯多不知道不知道加拿大需要跟中国合作 但是他知道了 他知道怎么办啊 他在无限输出的无限poa之后他想谈正事 就这个人非常非常离谱非常非常不靠谱 非常非常 就非常一个孩子你知道吧 一个孩子昨天闹完了之后第二天卷没事了 人与人之间难道两个大人之间都不能这么看 两个成年人之间都不能看 何况两个国家了 而且你这实力又这么不对等 你这个实力对等 你说美国这么整也行 双方能互相利益交换你也可以这么看 你说你加拿大跟中国两个实力不对等的国家 你玩这个 我就纳闷就是保守党那个把把这个把这什么把这个边角料的政治套给超级大国 这就这个非常不靠谱 自由党的特斯多呢就把这个 我刚才说了 我刚才说了 他认为呢这个就自己实力不匹配这个东西 他这个滴了出去 他就认为自己可以可以行 其实这个东西背后是什么 其实小小马铃鼠难道不知道吗 他 他违背的是个什么东西 跟人谈完了然后低着的媒体身上 这是外交的101啊 Diplomacy 101 这什么玩意 一个闭门会议 两两边不允许 不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是不能往外说的 这跟专制 这个民主 这个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东西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知道吧 他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东西还不是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事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习近平跟特鲁罗之间的事 两个领导人之间的事 一个人认为他另外一个人不成熟 不成熟就这么一回事吗 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Diplomacy 101 最简单的闭门会议是什么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美斯宗甘乃迪就是我们说的肯尼迪 跟这个苏穗宗赫鲁小福双方聊了很多东西 60年过去了我们谁知道他们聊了什么 我问问大家60年过去我们谁知道聊什么 没有人知道这就是外交 这就是外交普通人不应该知道一些事情就不应该让他们知道 明白啥意思 这是serious business 这是非常严重的这种事情 然后你这个小马铃薯你就可以拿这个东西把它当成儿戏 你把它当成儿戏 这谁敢你说把这个事给他了 你说拜登做这种事 拜登说拜登如果像小马铃薯一样把这事 把那三个小时事全都敌了手牵 我跟你说他在世界上丢人现眼你知道吗 然后习近平这边可能会像拜登一说也可能可能可能搞不好那天晚上也睡不着这什么叫都是人吗 可能那天晚上也都睡不着觉了对吧 这人怎么这么这么离谱 对不对 我看错人了这么这么多年我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他当成一个长者一直以来当成一个 当成一个哥哥大哥对待的你现在你这样 你现在你这样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事是啥呢 他的民主他的人权他跟这些东西没关系 这东西没关系 你看后来这个他给自己辩解说说我们加拿大开放社会 别解释这些东西你越解释这些东西你越否定加拿大的价值观 就你就作业就完不成了你作业完不成了对不对 你加拿大价值观原来就这个 原来就这个呀 什么感觉八道事都可以往外说 什么感觉八道事你没个把门的 然后你这个总理这么不成熟 然后你用民主人权来做掩饰来做挡电牌 那可见你那个民主人权也不打理 你完成了你的使命 使命是那个使大家明白 那你这个民主人权是不是也能使 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就保守党不靠谱 自由党也不靠谱 你说你说特鲁多玩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你说小马铃鼠就说玩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那我们就看到了然后呢 发生这种事 有人说这个是两国家关系已经僵住了 不是这样的 大野猫给大家就这么说 中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中国和美国如果没有外交关系了 有没有 沟通的渠道 有 中国加拿大如果没有外交关系了 有没有沟通渠道 有 哪怕两个国家领导人不沟通 不交流 私底下也互相的交流 私底下交流可能是这个 加拿大这边就说了 我们那人不靠谱 我们那人就是个孩子 挺有意思 是不是挺好玩的 中国人 太好玩了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没睡着觉 昨天晚上没睡着觉 今天 密麻烦的跟你说 就因为这事 大家一乐 然后接着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了 该聊什么聊什么去了 涉及两国利益 就涉及两国利益去了 对不对 两国家领导人可以这样 就不聊的情况下 也可以这样 咱这么说 咱这么说 很多国家愿意跟中国见面 愿意跟习近平见面 不是因为习近平 怎么这么的 是因为中国的国力 是中国的国力 中国的实力在这 咱这么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实力在这 哪怕这块是一只猫 是一只兔孙都有国家给他 跟他去合影 咱这么说 国家领导人 有没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 但是重不重要 我认为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背后的实力 他要是没有实力的话 他要没有实力的话 1954年 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 杜勒斯 告诉他底下人不要跟周恩来握手 结果 副国务卿史密斯 当时周恩来把手都伸出来了 史密斯 一边端着 端着一瓶酒 一边不知道端个什么东西 他说哎 不行 这里你 你没有实力 你没有实力 背后你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1972年 尼克通把他 尤其是把基辛格 你不许给我出风头 全的飞机都给我坐着 然后他 从这个飞机这个这个这个云梯就塔尔马克下来 小顾快跑冲向周恩来两个大手握住 啥意思 背后象征着实力 明白不 这这跟领导人之间 领导人本人没什么关系 而是背后的实力 那这个事 这个事 习近平后来跟跟着谁 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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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小马铃鼠说了 说你想跟我会面啊 创造条件 什么叫创造条件 你说说是加拿大让利 不是 这个创造条件 现在很简单 就啥意思 你太不成熟了 你太不成熟了 你赶紧给我成熟点 我都受不了了 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你别跟我玩这个 太可怕了 以后咱俩聊些什么重要的 你想我能跟你聊吗 你要创造条件 给我一个啥 你给我一个口气 你得说你这个事 你得把这事 重视起来 你现在这么大了 51岁了 你不是孩子了 那你怎么还像一个孩子呢 就是你做这个事 像个孩子 像小孩过家家似的 也可能这之前我们说的吧 加拿大的政治像小孩过家家似的 但你到国际上 你倒是注意点 你不能 这东西不能像小孩过家家似的 对不对 所以咱这么说 这回上 这个事有人说 这事很大 这事不大 这事不大 就是一边角料 就是一边角料 然后呢 小马铃鼠 做的这些事 为了完成作业 为了完成作业 这整个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他呢 变成了垃圾时间中的垃圾 他做了一个垃圾时间中 非常垃圾的事 然后 小土豆腐 这时候可能长了丫子了 就变成了垃圾中的垃圾 为什么是垃圾中的垃圾呢 因为我们现在 我知道很多人 很多人那个什么 有人掏那个垃圾箱 吃东西呢 有一些职人 职人润出去了 润出去了 没有生活来源呢 那就是掏垃圾箱吃东西呢 他这个小土豆腐 人家掏垃圾箱人都找不到 都不要他 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知道吧 就整给人一这感觉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着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